全红蝉澳门行,现场摸缩柄片大腿,网友换的女的这样做得出大事。 全红蝉,这位以舞水花跳水征服观众的天才少女,近期在澳门之行中展现了她外相,亲和的一面,瞬间赢得了更多人喜爱。 她那真实,自然的个性,让人觉得她不仅是个优秀的运动员,还是个充满活力的邻家女孩,和她在一起就像是和朋友闲聊,总能被她的纯真所感染。 在这个光鲜的体盘世界里,全红蝉的表现似乎告诉我们,真正的魅力并不只是讲台和荣耀,更是她那份毫不掩饰的坦率和随和。 全红蝉的外相性格确实让人印象深刻,陈若林教练曾笑着形容她是人来风,意思是她在熟悉的人群中会表现得格外活泼,丝毫不遮掩自己人率真一面。 无论是在赛场上还是生活中,全红蝉总能轻松融入环境,与周围人打成一片,正是这种亲切自然的个性,让她不仅在比赛中游刃有余,也在日常生活中收获了更多关爱。 与苏炳天的互动更是让人会心一笑,暴门形成中,全红蝉与亚洲飞人苏炳天坐在一起,随手轻轻摸了摸她的腿,这一随性举动不仅让旁人管耳,苏炳天也被她的举动逗落了,忍不住笑着调侃,看得出苏炳天并没有因为年纪和成就上的差距而感到被冒犯,反倒是从这个小妹妹的单纯和好奇中感到了一份温暖,全红蝉也曾好奇地询问苏炳天, 怎么成为亚洲飞人的,这种直接而纯粹的提问,展现了她对前辈的敬佩和好奇心。 在全红蝉的眼中,苏炳天这样的飞人是值得敬佩的榜样,而她的后期和崇拜也并不加以掩饰,这份真诚拉近了她们之间的距离。 二人的互动轻松愉快,苏炳天还调皮地调侃全红蝉倒在不间,抑制她跳水时的入水滚水花。 幽默之余,更透出一份老大哥对小妹妹的宠爱,类似的互动在全红蝉和陈梦的关系中也能见到。 她曾好奇地摸摸陈梦的腿,想要感受一下温度,这一随意的举动并非冒犯,而是她作为一个小妹妹对前辈的亲近方式。 《全红蝉的亲和力》也让许多网友将她视作邻家女孩般的存在,她没有丝毫的高冷和距离感,而是像朋友一样随和,似乎拉近了与粉丝们的距离。 这种人来熟的性格,使她在每一次互动中都能表现得自然大方,不拘小节,获得了前辈们的喜爱,粉丝们的包装,她并不介意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活泼的本性。 正是这种没有脚势的性格,使她在一个个严肃的竞技场中,依旧保持着那份少见的轻松与自在。 这种个性不仅为她带来了前辈的关爱,与让她成为年轻运动员中的一股清流。 苏炳天和陈梦等人对全红蝉的关怀易于言表,向胸长和姐姐也呵护她。 在体坛这样一个高压的环境里,前辈们对后辈的照顾让人动容,他们不仅是她的榜样,更是陪伴她成长的家人。 这种温暖的氛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体坛运动员之间的友爱,他们不仅在赛场上是同伴,更在生活中成为彼此依靠的朋友和家人。 全红蝉的随和,真诚也让网友们对她充满了包容和理解。 尽管她的某些行为看似随意,比如触碰前辈的腿,甚至还有点射牛般的大打,但网友们并没有指责她。 反而认为这是她真实性格的一部分,理解并接受了她的直率。 网络上,社交牛人的标签迅速贴在了她身上,人们被她的自然和真诚所打动。 这种宽容不仅仅是对全红蝉一人,更是大众对新时代年轻偶像的理解,真实,自然才是这个时代偶像的真正魅力所在。 全红蝉的亲切举动,不仅让她在社交中浮于得水,也拉脚了她与粉丝的距离。 对于许多人而言,偶像不但是只能远观的光环人物,更像是身边的朋友,偶尔可以开玩笑,也会露出小小的玩席。 这种人来熟的性格为她树立了积极的公众形象,使得她不仅仅是跳水天才,更是一个阳光温暖的女孩。 全红蝉的澳门之行不仅仅是一段经历,也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成长和成熟。 她在与前辈的相处中学会了尊重,好奇和亲近,不断从榜样身上汲取力量。 这次与前辈们的互动,或许会成为她今后成长路上的一段美好记忆。 激励她在未来的赛场上继续拼夺,也提醒她身边始终有这么多关心和支持她的人,每个人都会被生活中的真挚打动。 偶像也不例外,在这个真实的全红蝉身上,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跳水天赋,更是一个邻家女孩的热情和单纯。 对于这样的她,谁又能不被打动呢? 最近,全红蝉在澳门的一场活动引爆了网络,现场发生的小插曲,更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。 大家准备好了吗? 今天小编就带你走进这个令人好奇的事件,一起看看全红蝉和苏炳天之间的亲密互动到底有多火。 首先,全红蝉作为赛场上的小天才,自从在东京奥运会上大放异彩以来, 她的每一次公开亮相都备受关注,这次她来澳门参与活动,更是吸引了大量粉丝和媒体的目光。 想想看这位年轻的跳水女神,身边围绕着多少小哥哥,无疑成为了众人眼中的焦点。 活动当天,全红蝉的状态非常不错,帅气又可爱的她在人群中格外显眼。 当她走上舞台,那份自信与优雅真是让人不禁赞叹,不过更让人津津乐道的, 是她和苏炳天之间那段趣味食徒的互动。 就在活动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,突然发生了一幕令现场观众惊讶的事情, 全红蝉不知因何缘故,竟然轻轻地摸了摸苏炳天的大腿。 这一瞬间,整个场面仿佛都静止了,所有人都默不转睛地盯着这一幕, 满脸都不敢相信和好奇。 说真的,要是换作其他明星,这下可能就要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了。 但全红蝉和苏炳天似乎都是笑而不语,各自保持着自己的专业风范, 让人调谈,如果换个人,肯定要上到绯闻了,这可是个值得警惕的简规则嘛。 这一幕迅速在社交平台上炸开了锅,网友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, 有的笑着表示,这下子可好,大家又有新话题了, 还有人开始调侃,这是绯闻的开端嘛。 许多粉丝在评论区争先恐后地分享他们的见解, 甚至还自发制作了相关的表情包,逗得大家捧不大笑。 当然,在一片热闹的讨论声众,也有不少人表示支持两位运动员, 认为他们的互动只是出于友好的交流, 根本没有必要过分解读,毕竟,两人都是专注于各自事业的运动员, 这种轻松的小插曲并不影响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努力。 除了这幽默的小插曲,活动现场的气氛也是相当热烈, 全红颤不仅展示了自己的跳水动作, 还分享了他的训练心得和对未来比赛的展望, 他的积极态度和坚定信念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, 大家都为他的努力喝彩。 而苏炳天作为亚洲飞人, 他的出席更是为活动增添了不少亮色, 他与陈红禅一起互动,分享训练的经验, 鼓励年轻运动员要勇于追梦, 这样的正能量言论让人心中倍感温暖, 不禁为这对运动员搭档点赞。 随着活动的结束,广络上的话题仍在延续, 关于全红禅和苏炳天的讨论有增无减, 越来越多的网友对他们之间的互动展开了各种联想, 甚至有人戏称, 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, 单是个多么甜蜜的故事啊。 其实,全红禅和苏炳天的这对互动, 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之间的纯真友谊, 也提供我们不要把一切都归结为绯闻, 毕竟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体育世界里, 友谊和互相支持才是最可贵的。